变成 我刚刚讲的一切种子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它是无地实的 有可能成佛的时候 如果这个障碍 如果这个心事 这个未亲近的心事 本来就是地实存在来讲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 没有可能转变了 它就是固定的 就是有些人来讲说什么 人之初性本恶了 它的心性 就已经是有一个 障碍潜注在这里面来讲的 可是我们佛教的最主要的原因 为什么说 一切众生 应该讲说 有承认 究竟一称的 因为我现在都完全是以 自虚派的说法来跟大家讲的 如果承认究竟一称来讲的话 它为什么最究竟的原因 可以说出一切众生 可以成佛的话呢 你说这两个佛性 是两者不能缺一 实际是什么东西变成佛呢 是那个意识 那个意识获得智慧 可是这个智慧 如果不是刚刚讲的无地实 如果没有刚刚以上所说的 自信佛性的话呢 它自信没有这个能力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以前举的那个例子 是不是我们刚刚讲 有用的那个词说什么 有一个暂时性清静的发生 如果刚刚以上的这个心事 不是无地实的时候呢 这些的障碍 就不是所谓的暂时了 就是我现在的心事的状况 是怎么样 它就是地实成立了 我这个心性没有办法从改变的那样子 它刚刚以上来讲的说什么 第一个我们是不是说 它是某一个未清静的 或者有染污的心事的法性 这代表说什么 我刚刚讲了嘛 我们排除掉什么 排除掉佛的心事了嘛 跟我们排除掉佛的一切种子的空性 佛的一切种子的空性呢 这就不叫什么 这不叫自信佛性 这叫什么叫自信法身 已经转变了 已经改变了 可是它还会有第二个说什么 它说对于它是某一个 未清静的意识的法性 但它能转变 而它要可以转变为自信法身 这排除掉很多什么 像我们说烦恼啊 无名啊 根事啊 我们上次说什么 这些也都是可能说是有染污的嘛 未清静的意识 但是什么呢 这些心事上面的空性 不是我们所谓的佛性 不是所有的心事的 不是所有的心事可以成为一切种子 不是所有的心事的空性 可以成为自信法身 所以如果这个空性 所依的这个心事 没有办法成立为智慧法身 以上的空性 以上的圣意体 就不会成为是自信法身了 所以以上的空性 也不会成为什么叫自信佛性 自信佛性的话 自信应该说我说 自信性佛性 所依靠的话呢 一定是依靠着一个增长性佛性 增长性佛性的特征是什么呢 是它转变它会变成一切种子 所以它转变它会变成一切种子的时候呢 它以上的这个空性 也会变成说什么呢 也会变成说增长性法身 不是自信法身 对不起我用错了 就是变成自信法身了 所以上个礼拜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 我以前 或者大家应该在这边也有一个疑惑 或者以后大家可以去问别人来讲 也都可以 或者说 那如果我们认为法身是 其中一个是 一切种子的无地实 它的空性 我们可以被列为一个法身的话呢 那一切总之 有很多别的功德啊 不一定是只有空性的功德嘛 它有说什么 它是存在的啊 它是无常的啊 它是等等的话 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些也列成为 某一种的佛的身呢 为什么只有可以说空性的话 那个原因在什么 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刚刚 以上所讲的来讲 所谓的自信的话 它的别其余的话 都不是一切种子的究竟的本性嘛 不管它是无我也好 非外在存在也好 这都不是一切种子的究竟本性 如果它不是一切种子的究竟本性的时候呢 透有以上的道理 是没有办法成立说 所有的障碍是可以被去除的 所有的障碍是战士 你只能到某一种程度嘛 你只能到某一种程度 可是它还会 还会胜疑就是我们说什么 为什么独觉 为什么身闻跟佛还是有差别嘛 它去除的障碍还是有差别的时候 不是代表它没有了解很多很多的 深奥的智慧升起 那它不是代表没有 它什么 它没有办法升起足够的智慧 来对质到最原始的 最难搞的 所以也是为什么 不是每一个宗派 每一个宗派对于空性 对于我值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时候来讲的话 也就是这个来讲 它是为什么 因为有些下部派 不是说下部派不好 可是下部派可以认知到的那个障碍 是不足够的 到上部派它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下部派会认为说什么 它会认为你以上所说的那个心事 就是我所说的是一个正确的心事 而上部派说那不是 那是一个颠倒的职 所以到什么呢 乃至到 险教跟密教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密教所有的基础 是建立在险教上面 没有险教的基础 要谈密教 不可能的 没有这回事 所以以后大家有机会 不一定是我来教大家密法 大家有基础的话 最交密分的 最好的一个老师来讲的话 他所说的 不可能是跟我们所谓的菩提心 空振剑 出离心相为贝德 也没有说什么 只透由这样修法这样子 你不去思维道理 你可以说成就 不可能的 不可能 我说虽然我没有到密法的任何成就 可是可以说我有确信说 这是不可能的东西那样子 你没有在真正的思维 透由指正的摇铃啊 敲骨啊 焚香啊什么的话 你说要可以对置原始的 聚生原始的无明是 不可能的啦 没有这回事啦 没有这回事 所以任何的密教的修持 一定是建立在于 什么 我们一定是在空振节 一定是在菩提心 一定是在处理心的上面 你看嘛 我们每一次的修法 是不是 这个来讲的话就是 叫大家要视为空性啊 以这个来讲的这个词汇 就是要大家视为一切法 不管是外在气 内在的情 这一切的这个诸法 都是无地识的 所以有这个无地识 也才可以升起 我们常常在密称里面 说什么五肉五干露 还有所谓的干露 或者说什么 只是摆出那个 五肉五干露来讲的话 说实话来讲 一点意义都没有 一点意义都没有 它是要有空性的这个智慧 可是为什么它有 书胜呢 这个来讲的话 就是显教能认识到的层次呢 以密教来看的话 它又是很粗分的了 不是说它认识了 空性的道理粗分了 我们以前是不是也跟大家讲了 在以密教的观点 对于说 菩提心也好 空正界来讲也好 这个道理是相同的 以前的在中医的话 它连那个空性的道理 是不是都不太一样吗 对认识的所谓的 的 泄脱 认识的密地 都有点不一样 现在显教跟密教 如果是究竟的 当然我是用 纯粹以究竟的见解 因为修密法的人 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持 究竟的见解 可是 持究竟的见解 而修密法的这个人 来讲的话呢 对于 静上的道理 已经没有 跟显教任何差别 下一个差别是什么 是 它修持的那种 心事 的力量 以 显教的去看的话 以密教去看显教来讲的话 你说的是一个很粗分的工具 等于说我说什么 我跟你 我们在讲 有点像说 密胜跟你讲的时候 我在跟你讲跑车 我在跟你讲那种 蓝宝基尼 在Ferrari 或者找那种跑 一秒可以跑 从一到 一到一百 我只要用六秒的时候 你现在跟我讲什么 你跟我讲说 我们台湾自制的那种 芋笼车 你用芋笼 一到六十 可能要花个十秒 那样子 我跟你讲 一到六十要花个 三秒的那样子 来讲的速度 跑的距离是一样 用的汽油是一样 可是什么 我们讲的工具 就已经差太多了 所以这个是密胜跟 显教的最大的差别 在这一边 我们上次是不是 跟大家有提到了 这边所谓的 自信性佛性 来讲的时候 所谓的自信性佛性 的关键是什么 它不是在讲 别的心事的 或者别的外在的空性 它是在 最主要是在指谁 在指我自己心绪上的 这一个空性 如果我有办法 证明或者证得出 自己心绪上的 空性的话 才真的有原因 证得说 我可以获得卸托 前面这个获得卸托 来讲的话 都可能是 发愿 或者说真的来讲的话 我很好要 可是我没有真正的用 正理 来去辨别 或者辩解来讲 看我们上个礼拜 是不是跟大家讲 因为刚刚以上 加上这个密法来讲的话 他们也都是源着什么 也都是在源着 这个所谓的自信性佛性 所以我们所谓的什么 我们常常在 在经书里面 或者大家有常常听过 在什么 大圆满 大手印 或者我来自 我没有中大师的经书 他用什么 空了无二的智慧 他们现在这些所讲的来讲 修法来讲 也什么 所谓的大手印 所谓的大圆满 也不是什么 从外面 给你一个什么 一个印 印在 烙印在心 你就可以成佛了 或者也不是说 有一个什么 好像圆满的 大家都以为说 好像有什么 那种 匪夷所思的 那个教授 一指心就可以这样子成 所谓的真正的大手印 所谓真正的大圆满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刚刚讲 从密教的原始 这一个 我们所谓的增长性佛性 我们在显教用的名词是 增长性佛性 在密教他用的是什么 就叫原始的光明 以实际 我刚刚再回去 我们刚刚讲的话 因为有很多密教的东西 我们还没有提到 可是我想说顺便让大家 因为在提到佛性的时候 它就是 佛性就是要去学密教的跳板 为什么这一个端件 很关键 跟在弥勒菩萨 它为什么会引申出 或者再说出一个 保性论的时候呢 就是完全的等于是要 我们要怎么连接 就像我们从小秤 或者像是巴黎语的佛教 跟大圣的佛教 用什么样的连接 是不是用四地十六形象 跟三十七道品的修持 是用这样子 好像可以连接上去吗 如果没有所谓的 三十七道品的修持 没有所谓的四地十六形象 好像会觉得说 巴黎语系的佛法 跟梵文语系的 或纳纳陀式的传承的佛法 是截然不同 可是你可以看到 它因为星性的不同 这边中间的连接 是不是什么 是从四地十六形象 从三十七道品 可以连接到说 你再进一步的话呢 是不是就大圣了 那同样 我们再回去一步的话 如果从什么 下四道跟 去学法的连接点 是不是什么 是不是在 希求后世的安乐吗 如果 没有我们只谈 今生的享受来讲的话呢 这个都还没有办法 连接到说 我真的想要去修行 那从 又可以说 它又讲到说 是有关我们 生生世世的安乐 可是又刚刚开始 要讲到修行的 这个连接点是什么呢 是不是在讲说 希求后世安乐的 这个问题开始 从这边连接 那同样 我们这边从 大圣的显教 要连接到 大圣的密教的 关键是什么呢 是从佛性这边下手 从增长性佛性 跟自信系佛性的 这个东西下手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以显教的 增长性佛性来讲的话呢 这个对密圣来讲的话 都还讲说 这根本都太粗了啦 这根本不是 我们刚刚讲的 可以去成佛的 这个东西啊 因为这个都已经是 出分的心事 他没有能力去 承办这个 也实际是这样子啊 因为说什么 我们以前不是讲说什么 我到显教要说什么 我用什么 什么 那个很难说什么 那个血肉之躯 怎么成为说 佛的设身嘛 这个要安利 都有很多很多的